歡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財經節目 理財達人秀 我是李兆華 台股今天真的蠻威猛的 因為上個禮拜五我們看到美超微 一口氣回檔將近20% 美股就是這麼刺激 所以就想說今天台股可能會有點壓力 因為我們的希望都放在AI股的上面 美股休息 結果今天台股還是收紅 當然臨近的露股因為是龍年的紅盤日 也許也提供了一些撐盤的效果 但是今天盤面上除了這個所謂 美超微跌20%的壓力之外 蘋果也傳出至少近期內不會開發折疊機 說技術有點瓶頸 這個軸成三雄今天跌得非常凶猛 在這麼多的利空消息裡面 我們還是期待一個救世主 這個禮拜有回答的財報 回答的財報到底能不能讓我們台灣的科技股 再衝一波呢就要來請教今天的三位來賓了 第一位是我們的股市師公有年老師 好看到有年老師就記得封關日有年老師說什麼 一定要注意台積電的COAS先進封裝提出三小融的聯盟 好猛喔 三小融在農曆年開紅盤之際喔 擋擋漲停漲到今天喔 所以施工現在有任務了 因為之前他還提到台積電他非常看好喔 還跟趙華小小的爭論一下 他認為一定看到七字頭現在果然出現了709T喔 好現在台積電的連接回答到底施工覺得是不是一個好的進場點 另外施工今天認為萬九不是夢 好不是夢要拿出證據來 而且不是夢我們到底要買哪一些一月份營收好的股票呢 第二位是我們的選股教練維泰 維泰上次來說現在要找右下角的股票真的相對比較難 但好像新聞面給了我們一些機會喔 今天兩大利空都要交給維泰來解決了 一個就是美超委的回檔 我們的AI股到底接下來會不會受影響 第二個蘋果不推軸承不推折疊機了 那我們的軸承三雄外資不是有出報告說很好嗎 到底該怎麼看下去喔 好第三位是我們的籌碼專家全鎮小哥 小哥最近研究籌碼倒是給了大家一個很好的強心針怎麼說呢 因為很多公司都飛到天上去了嘛 今天小哥帶來兩大族群 一個是電子股的板材 今天大家注意到了嗎 載板三雄低檔往上蠢蠢欲動 小哥說籌碼真的有端倪喔 第二個要告訴你飛電裡面喔 有沒有注意到銀劍股有人衝出來 他們不一定是因為房市有什麼契機或熱絡 反而是籌碼上大戶主力在作架囉 好首先有請施工 施工你真的是 我必須說是姜還是老的辣 好我們可以把老這個字拿掉 姜永遠是辣的 為什麼辣呢 因為今天我看到萬九終於在我們節目出現了 是 我本來還想說這個萬八上去 像我們的杜大師杜老都說哎呀這個時間點啊 玄股戰戰兢兢 是 但我看您老神在在 有老 好 台積電離去兩天是有拉回的 是 上一次你告訴我 你對他真的非常的肯定 那最近你有在觀察 外資買 一月營收很好的股票 你覺得還是頗有機會的 是這個是一定的啦 那不過呢在講解這些之前呢 那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禮拜呢有什麼大事情 好 那其實這個 這個這個禮拜的事情呢 有有幾項 對我們這個台灣的股市 會有相當大的影響 是 真正重要的是什麼 禮拜四就是禮拜四的凌晨 好 這個輝達要公佈財報 我們禮拜四的一大早可以看到 對就可以看到了 那麼這個AI呢 能不能夠止跌翻轉的話 就看輝達的財報怎麼樣 那輝達財報到底要怎麼樣呢 以目前市場上的一般的講法 就是說 如果呢 它的這個營收出來的 這個報告出來的 能夠成長20%以上的話 對 那麼就是優於預期了 可是現在優於預期夠嗎 現在市場上的預期 根本就在天花板上面 現在預期就是成長20% 好 那超過20%就優於預期了 好 可是我必須要講有一點困難度 必須要講 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了 那載過來呢 其實這個FED的會議記錄 這個沒有什麼關係了 這不重要了 不料理他了 那麼載過來就禮拜六 台積電的熊本場要開幕 這個也是一個里程碑 它後面還有兩個場 第一個就是日本二場 馬上在年底前就要開始動工了 還有第三個就是先進封裝場 所以你可以看 馬上一連串要建立三個場 那所以對於這個什麼 台積電的這個設備概念股 當然會是個利多 你要我再稱讚你一次對不對 怎麼封關日這麼厲害 是是是 COWAS 三小龍 擋擋漲停擺開紅牌那一天 就是啊 有的還漲到今天 真是 我們都不好意思再繼續稱讚自己 OK好 再接下來我們就看台積電的股價了 是不是 當初我們講的看700沒問題 不知道誰在那邊說 嗯 好 因為當時它有個跳空缺口 還蠻多人用以前的經驗認為 會稍微先回測缺口 再看看能不能漲 但根本就不回測 再一個跳空缺口 對就直接跳上去了 直接跳上去 那天開 開盤的時候我還嚇一跳 我說什麼709塊 我說 以前沒有過700塊以上的例子 我再回想 沒有啊 688是70多高點 對 688是最高 那這一波呢 那可是呢 當天是開高走低 然後又連續跌了兩天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那它是不是 這個就 這邊這個709高地 可能就是再也攻不過去的一個 709T大學長 對 可能大家會擔心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不用擔心的 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台積電的ADR 台積電的ADR 到上禮拜 就是要把它的 簡單講就突破700塊 會有高點 其實我們在 上個禮拜呢 我們就做一次統計 然後到禮拜六的時候 收盤之後 我們再做一次統計 就是呢 在過去10次外資呢 最大的買超 買超金額之後 這大盤的走勢是怎麼樣的 因為理論上來講 因為外資他們比較有國際觀 所以呢 當他們大買超的時候 理論上來講 一定是後面還有一個波段的漲勢 不然它不會大買超 對不對 那然後呢 我們就以這個為 這個出發點來去統計 結果發現真的是這個樣子 你看一下 除了第二大賣超 跟第五大賣超 是在過去這一個月裡面 創下來的 買超 所以它的未來的走勢 我們還看不清楚 那其他的八次呢 你可以注意看 它先盤後漲 先盤後漲 然後呢 過來一個是盤八周之後下跌 然後連紅四周先盤後漲 所以你可以看 往上漲的八次裡面有五次 也就是它上漲的機率高達 百分之六十二點五 所以你可以看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是 外資只要大買超 之後不管它是先盤後漲 還是先漲後盤 那反正簡單地講 都是漲 漲的機率高 機率高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這個注意一下 好 那至於說短線上來講 大家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擔心 因為上個禮拜四的時候呢 開紅盤的時候 漲的漲幅實在是很大 對不對 那大家一看 哇 禮拜五的時候呢 又稍微回檔 今天呢 雖然是開低走高 可是呢 台積電跟AI概念股 走得又不好 而且今天很多是那種中小星 對 可能連認識都不太認識的股票 在漲平板 沒有錯 還有一個重點在哪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今天除了電子股的分類指數 是收黑之外 對 其他所有的分類指數 全部收紅哦 那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呢 多頭的信心還在 我們剛才從這個 長期的統計來講的話 那麼大家可以注意看哦 他如果呢 我們用比較 這個就是後面的漲幅 這五次後面的漲幅來計算的話 那麼最小的滿足點 就在半年之內 最小的滿足點是多少 一萬九千三百點 最小的 最小滿足點 最小的滿足點 是 對 半年內啦 你有把時間拉得長一點 對 只要不要發生什麼金融風暴啦 什麼歐災風暴之類的 那麼 最小的滿足點是一萬九千三百點 最大的滿足點是多少呢 兩萬零 兩百點 不過兩萬確實 也是滿多券商 年底有機會 是是是是 拉得更長 對那我們是看半年之內 好 好不好 這是以外資的這個買超來計算的 好 OK好 那當然了 萬一有發生什麼金融風暴之類的 我們今天講 這個是一萬 要有淡數 對這個已經有淡數了 好 那麼 剛才我們講過了 就是一月營收年月雙收 雙真的 是 就是雙好的股票呢 就是有機之談 其實呢 從這個青春看紅盤那一天 一直到今天 我們會看得很清楚 只要是一月份營收年月雙真的股票呢 幾乎都是大漲 是 你可以看幾乎都是大漲 我覺得也很好 反映基本面 對它反映基本面 它為什麼我說要強調年月雙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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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呢 所以我們是找年月雙真的股票 結果呢 你可以看 都非常的強勢 再過來呢 就是呢 剛才我們講了 一月份的營收呢 它是年月雙真的 然後呢 外資在上個禮拜 它是買超的 那上個禮拜的融資余額呢 是減少或者是增加的幅度有限的 再加上呢 上個禮拜大戶是站在買方的 如果都符合這三樣條件 表示怎麼樣 它的籌碼是好的 那基本面也是好的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這些股票 那麼我們現在選出來這些股票呢 剛才的股票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它漲幅都已經相當大了 20% 25%了 那你還要去追嗎 我們暫時不要考慮 然後呢 所以我們去看一下 它的位階還是相對比較低的股票 至少買起來 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 安全性比較高的股票 那包括呢 像是系統 維新 富邦金 偉權店 洪捷科 洪捷科今天漲停板了 所以我們今天 有點放馬後炮的嫌疑 再過來 智森 瑞育 茂達跟華晴 這幾檔股票 你可以看 他們的這個營收呢 年月雙增 而且漲幅都是呢 這個兩位數以上 那所以這些股票裡面呢 我們再來挑一些 像是3515的華晴 華晴大家注意看一下 它今天跌了半支停板 對 哇 看起來好像不太妙 對不對 可是呢 你注意看喔 我們從技術面來看 它在漲的時候 都是亮針的 跌的時候都是亮縮的 而且今天呢 雖然是一根長黑 可是呢 它是守住了時日線 跟這個月線 那從過去的經驗來看起來 它或許有機會呢 再來測試這個季線 而季線呢 應該是撐得住的 這個是從技術面來看 那從基本面看呢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它其實它的營收 各方面都是不錯的 都是不錯的 那它今天為什麼會 會跌得這麼慘 最主要還是受到呢 AI概念股大跌 今天全部都大跌的拖累 所以在技術面上來講的話 那今天拉回來 我覺得反而未必是壞事 反而是好事 因為它是有基本面的 對 有基本面的 所以我覺得 算是比較安全一些的 好 再過來呢 我們看的是瑞玉 2379的瑞玉 2379的瑞玉 我必須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它的基本面來講的話 可能在往後的一兩個月 可能不如預期 可能會不如預期 你已經先 未判先知了 未谷先知了 是 可能會不如預期 可是呢 它到目前為止 它還是守住了五日線 它還是處於一個 多頭的格局裡面 而且呢 它上檔的套牢壓力 並不沉重 會不會你講出來之後 它就守不住了 我們希望它反過來 好 反過來 對 叫做可能有點 業績上的利空 但不跌了 是 我們希望它反過來 那其實呢 因為它如果說我們以長期來看的話 它還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因為它車用市場 還有這個 這種 IC 的設計 這個邊緣運算的 它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一月份以來 三大百萬合計買超 1.3萬張 那所以你可以看 外資呢 也是連續買超了四天 所以呢 這個這支股票 我認為啦 只要量價不失控的話 這支股票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 但是快500塊錢的股票 有一點貴啊 我們在期待你 像封關人那天 告訴我們 中低價股就好 哎呀 好啊 中低價來了 所以剛剛這一檔看到 融資增加比較多一點 是 OK 好 那富邦金啦 因為富邦金 為什麼融資約會增加比較多呢 因為大家都看到它的利多了 對不對 因為它一月份的這個營收 還有它的EPS 哇 不得了 都翻倍的 都翻倍的 那為什麼會翻倍呢 為什麼會看好這個富邦金 還有金控股呢 以保險為主的金控股 因為呢 去年上半年防疫險之亂 它重創了他們的獲利跟營收 各方面 那可是呢 現在已經過去了 所以呢 很簡單的講 今年的上半年 尤其在一月到五月 這些的以保險業為主的 金控股 不管他們的營收或盈餘 那個大幅度的成長 應該都可以值得期待的 那到了下半年呢 大家想說 那防疫險之亂這個 這個應該算是 這種紅利 是不是就沒有了 對 沒有了 可是呢 到下半年之後呢 大家要注意看一下 因為聯準會 可能會開始降息了 所以呢 降息的紅利呢 又可能會出來 所以呢 對於這個金控股呢 我今年以長期來看的話 我還是覺得可以值得 觀察注意的 非常謝謝師公 好 師公夾帶著封關日的氣勢 今天繼續告訴大家 只要沒有大的意外啦 台股目前多頭的格局 是沒有任何改變的 甚至經過一些計算 是真的有機會 可以看到萬九的 但是選股就變得很重要囉 當然我們要看一下 外資這一次大買之後 能不能持續的買超台股 而且買在哪些股票上面 最近隔日沖很多 所以不見得全部都是真外資 要繼續買進的 再加上 元月營收好的 真的都有表現 那還沒表現的呢 是不是就即將要輪到他們了 這是師公提出的見解 好 廣告回來嘛 好好的來解讀一下 到底為什麼美超微 會一口氣回檔20% 但是台股的美超微概念股 你說強不強 例如立台 從跌停拉到快漲停 我們的20%跟別人不一樣喔 等一下我一台來告訴你 台股厲害的地方在哪邊 台股因為是叫做潛跌市場 有時候它的漲跌 真的是跟籌碼主力非常的相關 搞不太清楚 為什麼不太受到別人的影響 好今天有兩個利空事件 要請選股教練 能好好解讀一下了 剛剛講的美超微大跌之外 還有蘋果聚船 不要發展折疊機了 哇折疊機我們就軸承三雄 已經漲這麼多了 今天有兩檔吃到跌停板喔 可是不是說他們今年獲利很好嗎 到底怎麼解讀喔 今天台北股市啊 對我來講有兩個意外 什麼意外 一個叫做喜出望外 一個叫意料之外 意料之外不就是意外嗎 好 我們來現在看一下 到底哪一個叫做喜出望外 哪一個叫做意料之外 好 剛剛提到說 今天的這個牌面上面 科技巨頭 兩個科技巨頭爆發了危機 哪兩個呢 第一個就是美超微 過去一年美超微的股價呢 上漲了百分之九百 九倍 九倍哇真是厲害 但是呢 他漲了這麼兇 跌的也很快 他一個晚上呢 就跌掉了百分之二十 跟九百比起來覺得還好 欸對對對對對 但是 欸一天跌兩成耶 你的股價打八折 這個其實有點可怕 對一般來講沒錯的 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當然有些客觀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 明明在外流通股數很少 對 可是呢 他的這個周轉率 竟然可以高達百分之七十 跟台股學壞了 喔 玩當充啊 這讓我想到就是那一年 對 貨櫃三雄 還記得嗎 每天的當充比例都是 對七十Percent起跳的 OK 所以 這個就是 讓人家覺得 有一點點過熱的一個訊號了 是 OK 再來就是 跟基本面有關 對 執行長梁健厚呢 他這邊提到說 我們當然希望 全年的營收 有辦法挑戰250億美金 但前提是 我現在缺料的晶片要趕快來啊 請NVIDIA趕快支援我晶片 所以現在質疑大家覺得說 那你是不是在說什麼 你有缺料的問題 缺料你的營收就受影響 對 然後第二個呢 第二個就是什麼 蘋果 是 蘋果這邊呢 傳出來就是 它的螢幕測試卡關 那 導致呢 可能呢 蘋果的折疊機啊 暫停研發 暫停研發講的有點嚴重耶 對 暫緩就算了還暫停 對 不僅是這個消息從哪邊來的 對 來自於哪裡 一個中國的微博主 Caina 叫做定交數碼 他發了一個文 他說因為呢蘋果的螢幕測試卡關 所以折疊機的推出計畫 暫時被擱置 但是 但是就有另外一個 這個所謂的網路說法就說 其實很可能蘋果直接幹嘛 就放棄 就直接放棄 所以其實在今天的所謂的預料之外 就比較像是這一個 是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之前我們的分析師郭明啟 他有提到就是 原本預期iPhone就要在今年2024年 要推出所謂的折疊式的一個手機 這好像又有一點過度樂觀 對對對 那但是正常來講 很多人就預期說 其實明年才會推出 而且呢 推出的可能不是iPhone 可能是iPad 平板 平板的 其實就像漢樹一樣把它打開 OK 那但是 這消息一出就有點大家意料之外 所以呢 股價就呈現了 就是再往下再持續破底的一個情況 是 那麼這個消息呢 也影響到我們台灣的軸城三雄 對 今天包括像是富士達 新日新 他們今天的收盤價都是下跌 而且是跌的 好 所跌停 跌停板 OK 那麼照例呢也是下跌 下跌的幅度8.56% 也很重 對 OK 所以這是今天呢 在影響今天盤面的兩個比較重要的因素 是 那這些下跌的軸城三雄到底只是就是短線上面的一個洗盤 還是甩轎 還是真的這一波就這樣走完了 可能要看一下 怎麼看 來 因為基本上我們認為說他們的基本面是沒有太大的原因 就現在來講 為什麼 因為富士達他最主要的客戶是在中國大陸 華為 Vivo 等等的 摺疊手機的軸城佔他的營收佔比將近80% 非常高 非常高 我們說純度最高的摺疊手機的廠商 那照例呢 有50% 好 那這個80%或者50%大部分的貢獻都來自於中國大陸 所以其實蘋果有沒有好像跟他就沒有特別的關係 他本來就沒有嘛 對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對不對 好 這小哥應該很了解 好 再來 為什麼 新日新 新日新是本來呼聲最高的 因為他跟蘋果本來就有往來 對 他是本來就蘋果的相關的供應鏈 所以今天今日新的跌停我個人判斷比較有一點點像是失望性的賣壓 是 OK 富士達剛提過 摺疊手機的軸程佔大概80% 我就不多說 OK 重點是他的大戶的持股比例 從這一波上來的過程當中 對 400張以上的大戶的持股比例是往上增加的 同時 100張以下的散戶的持股比例則是往下減少的 下都嚇死了 漲那麼多 對不對 換句話說他現在的籌碼其實是從散戶的手中 換到大戶的手中 所以他在今天算說有往下跌 尤其是在投信的部分 我個人認為 其實投信可能不會因為這個這個消息 然後出現由買轉賣的情況 目前我覺得這個機會比較低 那新日新今天也是跌停 那他一樣 他在400張大戶持股的比例也是往上做增加的 然後100張的散戶持股是往下做減少的 那投信的目前看起來他的持股也沒有鬆動 所以我認為說軸程三雄最快 明天大概就有機會做止跌 但是會不會在短時間之內 所以過了這個高點我覺得就要看 市場上面對於剛剛的這個消息面的利空 他消化的程度 那剛剛看到照例的大戶持股在三檔裡面相對比較低 這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你沒有把它列在上頭嗎 這是其中之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照例他的大戶持股比例 其實是往下降 但是散戶的持股比例是往上增的 所以在甩叫跟不甩叫的選擇上來講 我覺得富士達或是新日興 比較有可能像是籌碼的甩叫 好 反而三雄不太一樣 大家要懂得分別 沒錯 好 那看完了這個預料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喜出萬外 原來這個是喜出萬外 剛才想說 昨天我在線上幫我學生上課 我還很擔心說每超一跌19.9% 那今天早上AI股可能一片七七三彩 會不會有什麼跌停的啦 對不對 那甚至如果說AI股跌停 搞不好帶動這個加權指數跳空下跌 哇 那就成為一個倒撞反轉 嚇死人了 結果今天早上什麼時候沒有發生 Nothing 而且還開紅 對 Nothing OK 那可以看一下就是 輝達的財報即將開講 我覺得這個是最主要的原因 雖然說每超為他重點 可是大家關注的是誰 是NVIDIA 而且就是我缺你的東西嘛 對啊 現在期貨可居呢 對啊 所以今天其實立台剛剛有遇到 從跌停漲到收盤漲8.8% 這就是台股奇蹟 對 這樣加起來又19%左右 對 廣達小跌2.8% 尾創2.78% 他們的跌幅都不到半個停板 對 真正這是喜出望外 對不對 昨天還很多人睡不著覺 是 人保 台灣是ISO紅 然後紅基是小跌2.5% 音樂達小跌2.75% 都基本上都算相對的抗跌 對 那他們會這麼一個抗跌 當然是因為 NVIDIA 是 他接下來的財報呢 直接要登場 OK 那 針對這次的財報 市場上面的一個預估 是相對比較偏樂觀的 OK 大家預估營收203.74億 然後YLY237% OK 然後呢 激增 就是跟上季相比大概是12.5% OK 但是EPS成長更誇張 是 EPS成長呢 原本預估是 應該說大家預期一下EPS會4.59元 對 那麼跟去年同期相比成長幾乎是來到了 百分之七百就是七倍 等於利潤拉得非常高 對 好 對 好 那甚至大家對於下一季的展望也不錯 下一季展望是這樣子 營收有機會再持續增加到221.2億 那較去年同期呢 增加208% 再來EPS有機會挑戰五塊錢美金 那麼跟去年同期相比 也增加359% OK 這是非常漂亮的數字 那甚至在中長線來看呢 大家預期 NVIDIA在2023到2028年的營收的複合成長率 可以達到39% 是 所以呢 有一個投行叫做Rubo Capital 給予NVIDIA 1200塊美元的長線目標價 不知道這長線多長 應該是蠻長的 因為現在也不過才700多塊嘛 OK 對那個增加還有 央近六成左右的一個空間 OK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預期在後面 大家會比較就是有信心 但是我必須要唠叨一下 就是站在研究員的立場 我的YY 從237%營收的部分 下滑到208%的下一季 這確實 大家要注意最樂觀最棒的時候 可能是上面這一排 是的 對 沒錯 然後呢 EPS的YY從700%的增幅變成359%的增幅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的momentum 會稍微有一點點就是動人啦 會稍微有一點點就是趨緩 確實是 對這個是這個大家必須要特別放在心上的 OK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挑股票 OK 那當然我們回到剛剛的論點就是說 有沒有哪些個股 它的大戶的持股是在增加 然後呢 散戶的持股是在減少 但是它同時是侵限多多排率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股票大概就不用擔心 那有什麼樣的例子呢 就是利台 可它去年根本沒有賺錢 這真的是一檔 完全就是 了不起啊 籌碼站 因為它是美超為概念啦 對 它400張大戶持股 這邊是往上做增加 然後散戶持股往下做減少 所以今天EVEN有美超為大跌的利空消息 它仍然是屬於開低往上走高 是 那能不能夠複製利台的 這樣子的一個這個籌碼結構 然後它的股價走勢呢 我們看一下一些相對比較抗跌的一些個股 廣達 技嘉 青巷電 企油跟微創 它們400張大戶持股在這邊 基本上都很高 然後散戶持股都很低 OK 好 但重點是說它的本益比 其實這個我覺得還算中性 並沒有特別的一個高 那重點還是要看看說 有沒有哪一些個股是 大戶的持股在增加 散戶持股比在減少的 是 不過這些都還蠻名門正派 是 是啦 是 像微創這邊就是往上做增加 大戶的增加 散戶的一個減少 是 那這一波其實拉回 比較像是量縮的拉回 並沒有很明顯的出貨 所以在這樣情況下 我認為月線跟季線這個地方 應該都會有短線的支撐 然後再來就是技嘉 這一波也是拉回 並沒有看到明顯出貨的情況 大戶的持股還在增加 散戶也還在做減少 所以籌碼面也是相對比較有利 再來就是金像電也是一樣 這邊其實有震盪 但沒有拉回 大戶持股在增加 散戶持股在減少 像這個如果說未來拉回到月線跟季線 我認為都可以做留意 OK 那有一些反而就是剛好相反 例如說 就是它的大戶持股反而在減少 然後呢 它的散戶持股是在增加的 那我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有鴻基 圍影 光保 維新跟人保 這些都是 比較是AIPC相關的 相關比較多一點點 對 那我們就以這個鴻基當作例子 鴻基這波看起來相對比較抗疊 但是我有發現到 它大陸的持股比例 卻是在減少的 散戶持股比例卻是在增加的 所以像這種這個籌碼結構 我覺得一旦有利多消息出來之後 大家要特別的提高警覺 等於AI概念 維泰覺得還是今年的主軸 沒有很大的改變 但是要選擇籌碼好的 而且可能是伺服器相關為主軸 對 好 這邊非常謝謝選股教練維泰 謝謝趙華 到底回檔是喜出望外 還是意料之外 每一個人可能跟著持股成本的不同 對未來展望的了解度 而有所不同的解讀 但是其實維泰今天 不管是從基本面或是籌碼面 都提供給大家方向 有一些你覺得很害怕的 事實上大戶是持續在進場 而且搭配他們過去 很多人也有出報告 基本面並沒有明顯的影響 例如軸承股 蘋果不出心機 對目前的軸承三雄 事實上業績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少了一份期待 所以大家可以去評估看看 他們跌下來有沒有到您心中 合理的接盤價 好 等一下我們的 在華爾街呼風喚雨的小哥要上場了 怎麼華爾街現在當日充演這麼多呢 小哥今天要來提供兩個族群 一個電子一個飛電 籌碼是好轉的喔 而且位階相對都比較低 如果手上有載版的朋友 這一集一定要看起來囉 隨著指數默默唱新高 我們知道很多的公司 股價也都噴到天上去了 但是呢 有一些族群說真的喔 很多投資朋友爆了一整年 他還沒有輪到 好 例如栽板三雄喔 欸 看籌碼到底現在有沒有人要來捧場他們呢 另外大家都說好像2023年的房市比較冷清 但是是這樣嗎 反映到銀劍股上面 今年如果有交污入障的 還蠻多已經在大漲了 到底怎麼看喔 好 小哥這個禮拜六會去熊本嗎 因為泰國 之後會去熊本 唉呦 去熊本參觀一下 參觀一下 台積電的廠 對 去研究一下 還有去華爾街研究一下全鎮 都去 有機會都去啊 好 因為剛剛有講嘛 現在連華爾街都在當日充了 完全鎮了 對啊 航行太熱了 航行太熱 可是今天我們有講喔 電子跟飛電其實一直在輪動 然後大家要找那一種位階稍微低一點點的 展望又轉好的 今天講的位階很低啊 今天竟然還有位階低的 有 這個高檔打四折了 很少見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低檔ABF ABF真的很低啊 不是低整年了你知道嗎 講到我們都不好意思了 到底要不要上去啊 像那個藍店 2022年整年再跌 對 2023年整年再盤 盤整 2024年看起來有點機會 哎呦 用年計算 ABF還有營建股 是 這個台灣的營建跟 中國的營建差很多啊 這差太多了 我們的房價還在往上嗎 因為我最近都老是看到對面的一些影片 他們很多人都斷工你知道嗎 你知道什麼叫斷工 斷工就是 他們就不繳房貸了 不繳房貸了 不繳沒有錢繳啊 而且變爛尾樓了還要繳 對 那有些房子已經腰斬了 腰斬了幹嘛繳 不繳 結果不繳之後呢 它是腰斬的房價 打七折去法拍 你看多慘 原本呢只是要繳房貸的 簽房貸 結果現在不繳之後呢 就欠了一屁股債 對 法拍也不容易拍掉啊 對 而且那房貸利率本來是可能三四趴 現在簽一屁股債呢是二十趴 所以 這個對岸最近真的是 這房市上面很慘 不過 台灣的營建呢 跟對岸完全不一樣 是 像我們家在桃園那邊 對 那房市一直在漲 對 很恐怖的啊 所以呢 這個兩岸真的大不同 我今天真的有看到新聞說 桃園漲最多耶 漲翻了 所以是我家那邊 因為是你家那邊 我們家那邊有捷運通過嘛 這個凡是還沒蓋好的就一直漲 蓋好的可能就還沒漲那麼多 好 那這個 ABF跟營建國 大戶呢搶卡位 搶卡位 這個2020年下落地產 台廠呢 有望打入ABF宅板供應鏈 是 新興啊 藍電啊 這個都受惠 那我們看 最主要是因為輝達的AMD 這導入Covus 所以是目前高階的ABF呢 這個主要為日商 EBIDEN EBIDEN 那這些呢 各位啊 反正你只要跟AI有點關係的 對 哇 新興藍電呢 將受惠 是 只要講說有機會打入 哇 就有機會受惠 那這個 小摩呢 他又說啊 這個高效能運算呢 PC產品升級啊 這個 這個可以讓這ABF下半年有望復甦 是 那這ABF 這個機器真的很低啊 那今天有些ABF蠻厲害的 像核振 跳空漲停一字線 這板材類 對 那這新興呢 這景碩呢 景碩算漲的比較少 新興還算漲的蠻多的 那這些呢 這個我們待會一個一個看 好 那像建材營造 各位看 這個線型啊 對 你看這個是從去年耶 對不對 下半年就開始一路往上走了 對 這整體產業線型都一直往上 好驚人 不是說要打房嗎 對 從股價看起來好像不是 是 好 那這個 那門足球 因為 交屋潮爆發 銀建股Q1的營收有看頭 各位看到 吉隆有村 有村 有村 所以今天的銀建股有的漲很多 像上耀漲點 台南 上耀這個前波拉了一段 其實跟某個商品有很大關係 好 是籌碼面的問題 好 待會我們會跟各位提到 那這個商要漲停 寶萊漲停 櫻花劍 櫻花劍 古瑜之前提到的櫻花劍 古瑜講過 國產7% 黃昌C% 蟹6% 都很強 好 那我們先一檔一檔看 好 首先來看一下 仔板 好 那仔板呢 各位看 它的主食 那什麼叫主食呢 主力的10天的籌碼集中度 集中度 主食 欣欣你看23 這主食到20以上就叫大買了 所以它是第一名 第一名 欣欣 金居 核振 你看這些籌碼呢 都還蠻好的 其實這些是也有板材 不止窄板 好 對 那這些呢 這個大戶卡位皆放充 所以這些 這個類股 我們一檔一檔慢慢看一下 好 首先來看欣欣 欣欣今天有點開布零的味道 它開布零 開布零 這個打入AI供應鏈 反正現在只要講到AI 就很容易漲 那主力最近是連續買 是 外資也一直買 頭信佈局一點點 對 那這個前四五大分點 看起來是連續買 欸 重碼還不錯耶 對 不是那種鋸齒狀的 那欣欣算是這個 ABF裡面呢 算是 漲得比較 跌得比較少的 跌得比較少 那很多呢 都是跌蠻多的 對 例如說緊縮 對 緊縮高點呢 是200多塊 現在呢 是打了四折 這真的是一整年耶 一整年 也沒有在漲的 打底打了一整年 各位你沒有看之前的線型 之前的線型是在天上 所以打底打了一整年 整個2023年 那受惠呢 PC捕貨潮 那各位看一下 最近喔 你看這個股價在這裡 打底過鐘 主力還在賣喔 對 但主力還在賣股價已經在盤了 主力在賣股價在盤 那代表說 賣不下去了 所以他的籌碼跟新興比起來 是醜了一些 但股價跌不下去 跌不下去 最近主力轉買 月線開始往上 所以這個看起來 有點機會喔 因為他跌很多了 因為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 所以各位你可以多留意一下 那最近呢 外資有買喔 投信稍微買一點 前45大分點也有在買 這看起來不錯 好 現在看這個2402的溢價 好 溢價也是很低基期的 是 1月業績呢 年增13% 各位看到 主力最近有買 外資有買 也有點開步鈴喔 他是軟板 不過他這邊有漲過 又回來了喔 對對對 稍微漲一點點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看起來 也還不錯啦 好 那這前45大分點呢 也是有連續性的買潮 所以這個呢 各位你可以多留意一些 因為這些都屬於比較低基期的股票 好 那就跟剛剛維泰一樣了 宅版有三雄啊 你為什麼沒有南電呢 南電怎麼了 南電呢 南電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這個我們留了幾檔比較強了 好 那南電籌碼是跟新鮮也比較像 還是景碩比較像 跟景碩比較像 好 有點像這個賣不下去的味道 比較弱但賣不下去了 對主力賣不下去就還不錯 那為什麼沒有講南電呢 因為核振啊 各位看一下核振 核振主要業務呢 是印刷電路板機耗材 好他的PCB 重點是喔 他在2023年2月份併購了三江電機 是 那三江電機有什麼東西呢 他有台電的強韧電網 一聽到這個 哇 哇這個這個猛了 訂單20億元 所以呢 他的這個能見度只達2025年 是 那各位你看一下 他整理了一段時間之後 今天呢 迎來一個最強的線型 什麼線型 跳空一字線 好 跳空一字線 掌停板 對因為這種線型喔 是我們 在所有技術線型裡面 最強的一個 最強的 就開掌停 收掌停 是 那跳空一字線 我們要看一個東西 看有沒有出量 是有嗎 完全沒出量 為什麼 沒出量 鎖住了呀 鎖得很漂亮 沒有人在到貨 沒有人想賣 假如跳空一字線 爆一根大量 那可能明天也不大好 是 但是跳空一字線呢 沒有量 所以今天要特別講一下 那更恐怖的 各位看一下 1月營收年增 1532 因為人家現在是重電概念股 有營收進來了 對啊 1532% 主力買 外資也買 所以這個 因為他的籌碼太好了 所以只好把籃電給割捨掉 我們就繼續觀察下去 但像這一種的 它的股性 可能就會比較活潑 大家自己要留意啦 沒錯 因為我們長期研究 對 凡是有這種跳空一字線的 後面的漲幅都還不錯 是 好 大家斟酌斟 斟酌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交屋潮爆發 連小哥住的地方 房子都會潮起來 你看看 那個真的漲翻了 以前我們那邊 我記得都是一字頭 是 現在呢 以前呢我有介紹一個 這個好朋友去那邊買 對 他買19萬 是 住了這個8年之後 對 他覺得這還不錯 這房子蠻不錯的 就同一棟再去買 對 就房子已經老了8年 老了8歲了 是 再去買變30幾萬 結果30幾萬 現在又變到40幾萬 現在40幾萬 很恐怖的 所以呢這個 我們那邊真的漲很多 好 那營建股Q1呢 營收有看頭 是 第一個呢 這個櫻花建 各位看一下 他就是主持最漂亮的 來到17 好櫻花建是保家建設 去入主借殼的 對啊 保家建設 聽說房子蓋還蠻快的 暗量很大 暗量很大 地點像我們家那邊 保家建設也有暗字 是 就在捷運站旁邊 哎呦 蠻厲害 蠻厲害的 地點蠻好 他的點都蠻不錯的 對 然後都賣的CP值很高 賣的價格不會特貴 又蓋的蠻快 對 價格不貴 蓋的快 所以呢他的點 他的房子倉 也增值的蠻快的 嚇我一跳 好 增值的蠻快的 增值蠻快的 所以呢這個 難怪最近股價這麼強 是 因為營收真的很好 籌碼也漂亮 還有這個富華新 國產農大建國國建 這些 這些段是籌碼比較好的 是 那我們來研究一下 這個 營建股呢 有兩樣型 有的籌碼不錯 有的籌碼不大好 奇怪 常聽到什麼新復發 論在新反而不好 對啊 因為他們案子有先有後 所以呢這個案子快要結算的 可能籌碼會先好一點 好 那高檔有的籌碼就比較差 好 今天掌停的 上藥 這上藥呢 我們以前也談過他 因為他之前就是 他也是被借殼嗎 13 他是被借殼的 因為正常來講 營建是25 對 但他是13 他是營建股 那這上藥呢 各位看 他在這邊呢 這個拉了兩根 拉兩根 拉兩根快要結束嗎 我們再從別的角度來看 是 那最近各位看一下 像這個阻力買 然後這個外資呢 這個今天看起來有倒一點貨 對 這個倒一點貨呢 可能會讓他的這兩天 他的這個股價 可能會稍微小修正 是 但是呢我們從可轉債來看 好 可轉債可以看到一點端倪喔 各位看一下 可轉債的微買是127塊 是 但是可轉債呢 就是說這個可轉債 我把他換成股票拿去賣掉的話 對 他的市值才在111 所以折的很厲害 對 所以代表說 應該說可轉債 溢價的很厲害 可轉債溢價的很厲害 可轉債溢價很厲害 可轉債溢價很厲害 代表說股價還有往上的機會 喔 當可轉債折價的很厲害 像在這段期間 對 他可轉債就折價 是 所以呢後面呢你看修正一大段 可轉債呢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五字絕嘛 是 拉罐吹 爆 有沒有看到這邊是爆 爆 然後有沒有看到這個 漸線長大增 換 可轉債呢就往下跌 對 拉罐吹爆換 就在高點 是 可在高點呢這走了一波之後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未轉換余額 啊怎麼那麼多人不趕快換一換 因為量還不夠讓他換 喔 所以呢前波呢已經炒了一波 換了40% 這波呢再來炒一次 是 那這一次呢就是要把之前可轉債 沒換完的 對 趁這一波把它換完 大家可以用周線看一下 他會呈現一個很有趣的大波浪期幅 對喔 而且各位看喔 他是上要4喔 已經發到4了 發到4喔 發到4喔 就很有經驗了啦 蠻會發的了 蠻會發的喔 所以各位以後 有上要5 6 7 8 9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好好把握 不過這波還是有一波小段的行情啦 可能不會像上次那麼高了喔 對 不過還在這個 醞釀中 醞釀中 還不錯 好 接下來看這個2539的櫻花劍 櫻花劍 櫻花劍 櫻花劍這幾天很厲害 開布林 年上軌 年長三天 之前的籌碼其實沒有很漂亮 蛤 為什麼 但是一拉起來 一拉起來就是全部解套 喔 所以呢這個看起來喔 就是因為 推案量嘛 對 推案量很多啊 他推案量一直多很多 對 不過他們也是剛入主沒多久 對 又爆增喔 那他的籌碼不錯喔 主力買外資買 投信有買 然後呢分年進出呢也是連續買 這個各位呢也可以留意一下 好 接下來是2504的國產 是 國產原運收年增46% 主投外資買喔 各位看他的籌碼其實還蠻漂亮的 對 但最近漲得有點多啦 是 漲得有點多呢 你就不要太去最高 最高總是比較危險 那最後呢我們來看一下 好 優質的建商 貫德 名門正派 好名門正派 貫德貴要新推案111億 好 那各位看喔 他的籌碼呢 並沒有像印花間那麼突出啦 不過也還不錯 是 在高檔呢主力有買一點 外資有買喔 前售大分點呢最近也連續買 是 這是比較優質的倔償 好 因為他們的話 也有很多什麼捷運公購啦 對 都是常年都穩定在推案啦 所以可以參考 是比較算機優股類型的 機優股 房子也賣不錯 是喔 這邊非常謝謝小哥 小哥今天仔細解讀了 有關板材還有銀劍類股的籌碼喔 板材的比較容易看啦 就是看主力大戶有沒有集中度 把它買上去喔 那剛剛特別幫大家問了 宰版三雄 其實裡面可能是 欣欣目前的狀況最好 但另外兩檔呢 也是籌碼雖然沒有很理想 可是已經有跌不下去的位置 至於銀劍股 喔 故事就很多了喔 今天給大家各種選擇喔 跟可轉載有關的 跟主力突然大買有關的 也有常年的基優股 看您喜歡哪一種了 好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賓喔 哇今天我們的內容叫做五花八門 請大家分別根據自己的風險承受度 跟喜好度喔 喜歡AI的 其實您可以繼續對它情有獨鍾下去 喜歡飛電的事實上選擇也很多喔 那希望今天理財檔秀 在您頭都有幫助 我們明天再會了 掰掰